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际媒体都以相当大的篇幅在报导新巴威的选举 这个位在东南非的国家自从1980年独立建国以来 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大不如前 今年的选举将是决定新巴威未来命运的关键选举 人民能不能用选票来推翻旧政权 让自己过新的生活值得我们观察 而在北非的埃及自从7月初军事政变后 政治情势还是一片胶着 埃及这个民主卑鄙能不能度过目前的困境 走上真正的民主道路受到各界的关注 而极端气候如何威胁中国和西非的布吉纳法所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深入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谈谈新巴威的政治发展 新巴威是一个非洲内陆穷国 平均每人的国内生产毛额只有395美元 世界排名第181位几乎快要垫底 贫穷的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在1980年独立之前 新巴威的经济状况相当不错 新巴威凭借着适宜的气候 成为南部非洲股仓 丰富的矿产 也使新巴威成为商业发达的国家 但是自从1980年脱离英国独立之后 新巴威的政经发展就一路往下滑 新巴威的国内经济发展 正是可以用荒腔左板来形容 新巴威缔造了两个世界第一 让人印象深刻 一 新巴威发行的世界最大命额的钞票 一百兆元 这显示了新巴威货币的混乱与不值钱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 但是什么也买不起 二 新巴威创下了世界最高的通货膨胀率 百分之两亿三千一百万 人民赚了钱马上成为废子 什么也买不起 这种经济乱象让新巴威人民苦不堪言 而造成这种痛苦现象 却是因为一个人所造成 这个人就是现任的新巴威总统穆加比 今年已经高龄89岁的穆加比 自从1980年新巴威独立以来就一直担任总统到现在 算一算总共33年 可以说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领导人之一 穆加比不当的土地改革政策 是压垮新巴威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在2000年实行土地改革 将欧洲白人的土地收归国有 然后分配过没有土地的黑人耕种 这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 农业产量急速下降 因为黑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耕种 这使新巴威逐渐失去南部非洲古仓的地位 第二 穆加比强势没收白人土地 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 因此联合对新巴威实行严厉的制裁 导致新巴威经济一落千丈 除此之外 穆加比过去六次当选总统的过程 也备受争议 国际社会对于选举过程的不透明性 与舞弊现象颇不以为然 因此 以国际货币基金为首的援助组织 纷纷各自援助计划 使新巴威的经济 在没有国际援助的情况下 雪上加霜 渝冠排队入场 秩序还算良好 众所瞩目的新巴威选举 在7月31号和平落幕 选举结果将在8月5号前出炉 两名候选人都信心满满 现年89岁的总统穆加比 已经在位33年 这位年迈的总统说 无论结果如何 他一定会服从 这两位候选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交手 2008年的选举中 由现任总理崔凡吉来 在第一轮胜出 但是得票率没有过半 但在第二轮投票前夕 崔凡吉来为首的改革派支持者 遭到暴力攻击 崔凡吉来决定退出选举 在各国的周旋 双方的退让下 最后决定成立联合政府 穆加比继续连任总统 而崔凡吉来则担任总理 虽然这次应该不会再有暴力传出 但是这位夸口要当总统 当到100岁的穆加比 还是依旧影响着辛巴威 辛巴威盛产各种矿物 国内农业也在英国殖民时期 占有重要地位 1980年 穆加比成功解散 罗德西亚白人政权 辛巴威回归本地黑人统治 穆加比目光远大 提倡教育与医疗设施 让辛巴威成为非洲医疗 与市自律最高的国家 但在1997年经济发展迟缓 国内老兵与习日党羽 抗议的情况下 穆加比开始清算 白人的土地与农场 土地改革 打着纠正殖民时期的不平等 将白人的农场没收 分配给黑人 造成大量农民出走 伤害了辛巴威依赖的农业 也重创国内经济 使得经济规模缩减到1980年的一半 2002年 穆加比再次连任 并出动武装部队 镇压国内的反对声音 使得国际社会 如世界货币基金等 不再借贷给辛巴威 辛巴威政府财政赤字严重 居然异想天开 大量印制钞票 企图挽回衰退 2009年 辛巴威发行世界最大面额 100兆的纸钞 但通膨严重下 三张100兆的纸钞 才能兑换1美元 从此辛巴威货币系统瘫痪 民众只好改用外国货币 不只是经济 2008年祸乱肆虐 辛巴威卫生部门瘫痪 4000多人死亡 5年过去了 穆加比与崔凡杰来的联合政府 并没有带来改革 这次选举不管是谁当选 选举结果出炉后 才会是挑战的开始 今年的选举 可以说是决定 辛巴威未来的关键选举 穆加比要寻求第七式连任 能不能成功值得观察 但是辛巴威人民普遍希望 这次大选能够变天 把这位老总统拉下台 使辛巴威能够重新回到 发展的轨道上 好 接着我们来探讨埃及的政治发展 民主原则是目前 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制度 democracy的资源 来自于希腊文 是由人民统治的意思 而民主制度同样源自于希腊 人们可以有机会参与政治事务的决定 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最近几年的阿拉伯之村 就是追求民主的代表性历史 但是到目前为止 所展现出来的结果 并不令人满意 例如在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埃及 在阿拉伯之村后建立民选政府 但是在今年7月初却又被推翻 而且是被军人所推翻下来 这种军事政变性质的权力转移方式 说明了埃及的民主之路尚未成功 而为什么埃及的民主发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原因在于 埃及经历长时期的独裁统治 社会和民众并没有培养出民主的观念 也没有民主运作的经验 因此在缺乏民主基础的情况下 使用暴力取代了理性的意见交换 目前的政治乱象该如何解决 埃及的民主之路该如何走下去 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埃及首都开罗一所清真事前 大批支持前总统穆希的民众聚集 帐篷前还看到穆希大大的照片 有人坐在地上安静地阅读 不过这个平和的景象 可能很快会有改变 埃及反总统人群六月底开始走上街头 前总统穆希最后遭到军方罢处 由过度政府掌权执政 不过支持穆希的人潮仍然没有散去 埃及临时政府下令 要强制驱散静坐街头支持穆希的群众 消息传出 穆斯林兄弟会担心将有一场腥风血雨 事实上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凭据 从穆希被赶下台之后 已经爆发过好几波流血冲突 光是在27号这一天 开罗就有至少70人丧命 观察家认为 这显示了埃及军方的过度鼓励 训练不良 在外界关注新一波可能的更大冲突之际 国际社会也在想方设法来为埃及和平努力 欧盟派出的代表 已经跟被拘禁的穆希会面 从欧盟到非洲联盟都纷纷来到埃及 非洲联盟代表也跟穆希会面 紧接着还要马不停蹄拜访其他党派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历经阿拉伯之春革命后 埃及人民发现 推翻独裁政权 似乎要比民主还容易些 法国从1789年发生法国大革命 最终推翻路易十六世之后 历经多次复辟讨伐 实施共和体制才有了现在的民主果实 相对于欧美国家历经百年的民主发展 埃及的民主之路的确还是起步阶段 观察家指出民主的先决条件就是政治开放 各种不同的意见能够百家齐放 在和平的气氛中互相讨论 而埃及现在的环境还缺乏这样的民主条件 观察家指出 短时间内埃及可能还会动荡 但是不太可能发展成为内战 因为反对派没有足够抗衡军方的火力 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叙利亚 因为地方势力无意加入冲突行列 外界希望最终各方能够为了避免社会和经济崩溃 互相放下分歧 并且进一步鼓励自由开放的政治对话空间 如果成功的话 也能够为其他阿拉伯之村的国家立下一个民主政治的典范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极端气候 这个夏天许多北半球高纬度国家 纷纷遭受热浪的惊喜 像是俄罗斯、美国、欧洲国家等等 而所谓热浪是指在同一地区 连续三天以上气温超过35度 目前中国大陆有三分之一的地区 面临高温热浪 53个城市都出现气温居高不下的现象 而上海连续一周突破38度高温 浙江地区更测到43度左右的高温 目前光是在上海 就已经有十多人被热死 情况相当严重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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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损失 贵州超过一千两百万人 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 六分之一面临饮水困难 大面积农作受汗 严重冲击收成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五十亿人民币 玉米和水稻田 枯黄一片 四川卢州市三成人口 缺乏足够的水源 除了需要大量水分灌溉的 稻米减产 其他像是玉米 地瓜和高粱 等耐旱作物也全部不敌旱象 产量锐减20% 农历的5月21日 到现在接近过月了 根本没有下过去 到处的天啊 这么烈风 中国四海景区的露天冲浪池里 瞬间涌进1.5万人体验人工浪 但因为人潮实在太多 根本看不到水面 有人戏称不是冲浪 而是冲人 推几下也有不少游客轻微擦伤 气象学定义温度达到或超过35度 称为高温 连续三天以上的高温就能称作热浪 以这样的定义来看 上海可说是热浪滚滚了 上海的往年7月均温 大约落在摄氏30度 但是今年连续24天高达40度左右 创下一百四十年以来最热的7月 十多人中暑身亡 今年也是一个7月份的最高温度 也是破了历史记录 不止上海 长沙连续25天高温 是当地连续高温最多天的新记录 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杭州 更是以40.4度创下62年以来 当地最高温记录 从7月以来 中国三分之一国土面积被炎热气温笼罩 这波异常高温主要是因为长江中下游 没雨季比往年来得短 7月初 负热带高压提早影响江南地区 盘踞的时间也就拉得越长 造成气温居高不下 气象预报 未来三天 中国19个省区市持续发布第二层级的高温 橙色预警将出现35到41度高温 同时也对江南 贵州 重庆等地 发布第三层级的干旱黄色预警 干旱高温已变成中国夏季的常态 位于东北部的黑龙江 没有遭逢热浪 却在短短4个小时降下51毫米雨量 低洼地区水淹到半层楼高 上百间房屋泡水毁损 极端气候全浓缩在甘肃省 7月下旬的墙镇夺走90多人性命 紧接着又是强降雨引发多处土石流洪灾 现在又出现炙热高温 帐篷区的灾民生活更加艰难 气候变迁引发的土地围萃 对中国人民的冲击越来越剧烈 除了中国位在西非的布吉纳法所 也面临气候变迁的问题 布吉纳法所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 农牧业占全国将近八成的劳动力 布吉纳法所的气候属于热带草原气候 这个国家因为缺乏先进的农耕技术 因此农耕仍然仰赖雨水灌溉 也就是所谓的靠天吃饭 最近几年每逢6月应该到来的雨季 却迟迟不来 而为了帮助农民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在当地教导土壤保水技术 大幅提升了两倍的作物产量 对当地的农业有相当大的贡献 望着干枯的田地 凯布雷眉头深锁 判不到天降甘霖 除了无奈只能干着急 西非内陆国家不及纳法所 以往一到六月雨季就会准时来报道 但现在却连一滴雨也没有 让仰赖雨水灌溉的传统农业 面临严重危机 更让科学家担心的是 当地农民将不止遭遇少雨旱象 更可能要承受极端降雨量的冲击 比较大量的农业 你可能会准备20-25%的 整个农业的农业 在一晚 所以你都放在所有的农业 都被洗掉了 你必须再重新 但已经太晚了 因为育成季度只有四个月 久旱不与的农田 位在萨赫勒地区 是非洲北部撒哈拉沙漠到苏丹 横跨9个国家 5400公里的狭长草原地带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指出 过去100年 非洲均温上升了0.7度 萨赫勒地区的降雨量也减少三成 现在年雨量只剩下300-500毫米 环境变得更加脆弱 气候的些微变化 都可能引发巨大影响 为了帮助小农适应气候变迁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免费培训农民土壤涵养的保水技术 农民在田地里挖出一个个半月形的小坑 井然有序 下雨时能流住更多水分 还有用石头堆砌起的矮墙 也能避免水分流失 同时利用粪便 枯叶等有机肥 增加土壤肥沃度 根据统计 已经有15万公顷土地使用这些技术 提升作物收成 农作物的收成大幅增加两倍以上 改善当地贫穷小农的生活困境 农村妇女更是物尽其用 将树皮和麦杆做成编织品 眼前的困境暂时解决了 但是天气模式不断改变 未来必须面临的生存之战 只会越来越减刑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